这里是圣马克广场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神父神父 今天我们把摄影棚搬到了拉斯加斯的泰萨高 亚特兰蒂斯的陨落是凯撒宫赌场里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电子动画秀 讲述了命运多摩的亚特兰蒂斯城的传奇故事 充满传奇色彩的亚特兰蒂斯时代 因为一对兄妹之间王位的竞争而导致了亚特兰蒂斯城的沉默 阿特拉斯国王的女儿艾莉亚拥有水的力量 而她的儿子加德里乌斯则拥有火的力量 兄妹俩都想坐上至高无上的王位 尽管老国王阿特拉斯恳求她的孩子们和解 但是水火不容就在亚特兰蒂斯城面临毁灭时 一只带有巨大羽翼的野兽不祥地出现在了阿特拉斯网座的后面 最终众神将闪电降落在亚特兰蒂斯 海平面上升 亚特兰蒂斯城沉入大海中 这个电子动画秀中 每个雕像都有400多个活动部件 所以看上去栩栩如生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人工火山 在海市蜃楼赌场度假村 有一个十分有名的景点 游客可以免费观看人工火山喷发 这里也是拉斯维加斯的标志性景点 120个气体喷射器提供了火焰 天然气管道与载循环系统一起使用 使这个湖面看起来像着了火一样 此外来自火山的水被红色的灯光映衬着 看上去就像是轮延 设计者不喜欢火山喷发时 散发出的那种硫磺味 所以还添加了一种可乐的香味 设计这个人造火山的公司 也为百合文赌场设计了音乐喷泉 也是拉斯维加斯著名的免费景点之一 拉斯维加斯西班牙语的意思是草地 它是一个建立在赌博和其他娱乐形式之上的沙漠大都市 它的存在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还有美超 这座城市是由牧场主还有铁路工人创立的 但是很快发现这里最大的资源不是泉水而是赌场 拉菲尔里维拉是第一个进入拉斯维加斯的非美国本土人 1830年1月份 他在寻找水源的时候 无意中穿越了拉斯维加斯山谷 不过早在公元700年 印第安人的派尤特部落就在这个地方生活了 你知道吗 从1900年代初开始 内华达州被认为是相对办离婚比较快的地方 而拉斯维加斯是办理结婚最快的地方 没有宴雪或者是等待期 第一个教堂婚礼是在1942年开放的 内华达州很早之前就是允许赌博的 不过似乎也只有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是符合法律的 可以经营赌场 从1936年胡佛水坝完工以后 廉价的水利发电为拉斯维加斯这个未来的赌城提供了动力 1946年 希格尔同黑手党老大合作 开设了火烈鸟酒店 从1950年开始的两个世纪里 在黑社会的帮助下 几家大型的酒店相继出现了 投资的钱不光是来自黑社会 还有来自当时受人尊敬的投资者 游客更是蜂拥而至 不过随着二战爆发 拉斯维加斯也成了核弹试验场 在1951年到1963年之间 100多颗核弹在这里引爆 就连当时拉斯维加斯酒店的明信片上都称拉斯维加斯为原子城 拉斯维加斯游客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地增长 1954年 这座城市吸引了800万游客 而在2019年 全年接待了4200万的游客 疫情期间 游客数量虽然下降了一半 但是从去年开始又有所反弹 2021年仍然吸引了3200万的游客 当然了 游客留在这里的美金也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赌场是如何鼓励客人留下来的呢 没有时钟 看不到时间 赌徒可以玩上很长的时间 没有窗户 就像时钟一样 窗户可以向赌场内的人显示白天或者是黑夜 这就是为什么赌场会没有窗户的原因 有惊无险 赌场是可以操纵机器的 赌场里不断地提供刚刚中奖的结果 就是为了鼓励玩家再次尝试 对于赌博成眼的人来说 尤其具有刺激性 华而不实地胜利 当户客在一台机器上赢了钱 不管金额多少 大部分是小额的 但是灯光闪烁 音乐响起 硬币叮当作响 这不仅鼓励了获胜者 而且对周围的客人也是一种刺激 让他们对自己的投资更抱有希望 另外 即使是赌客下注10美元并赢回了5美元 也会出现赢家效应 就是说 即使是在输钱 也感觉自己在赚钱 免费的东西 当赌客处于连续亏损 高消费或者是正在放慢脚步的时候 免费的饮料 食物 有时还会有音乐门票就会送过来了 鼓励赌客别离开 继续尝试 度假村游乐场 很多赌场都是有豪华游乐设施的 让客人感觉更放松 因此平均玩的时间就会更久 玄乎 神乎 看不透的大千世界